改善东部的就学机会 培养数得兼备的护理技术人才 1989年9月17号 慈济技术学院前身 花莲慈济护砖 在上万人见证下创校开学 五年之后更创立慈济医学院 也就是慈济大学的前身 当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为了让孩子们专心求学 也是一念平等心 有了制服制度 除此之外 考虑到有些学生 离乡背景前往后山读书 学校也设立义德母姐会 由慈济志工扮演妈妈的角色 发挥陪伴关怀功能 一路以来慈济办学的理念 秉持慈悲喜舍校风 贯彻全人教育 一栋栋美丽校舍拔地而起 多年来慈济技术学院 已经是护理相关技术人才 重要的成长摇篮 点点滴滴的成就 都要回到23年前 开学典礼首届107位新生 却有来自全台2万多人的 观礼祝福 1989年花莲慈济护砖正式创校 同时也为了增加就学机会 解决当时原住民少女被贩卖的问题 另外为了减轻经济负担 还特别制定原住民公费班 要给原住民少女有就业的技能 给她就业的技能 她才有职业 那从事正当的职业 才有经济的收入 有经济的收入 才可以改变 这个家庭的命运 职生来到后山求学 难免享家 义德母姐会从此而生 由四季女众师姐 担任关怀与品德养成的角色 后来因为有男众加入 更名为此成义德 上人的思考是 她的人文内涵 其实存在于这些志工的身上 所以她当时就有想说 用这些志工的师兄 师姐们 来承担这个所谓的人文教育的这一块 紧接着1994年 赛珠山长老海内外贵宾见证下 慈济医学院皆被启用 期待培育良医 改善东部医师短缺 2001年更升格为慈济大学 此时制服校风 因为真言上人一念悲心 已经成为特色 大家都穿一样 就穿一样的话呢 就没有说你是有钱的 或者是没有钱的 那就是可以安心在学校就学 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个平等心 延续人文向下扎根 陆续更开办慈济中小学 以及附设幼稚园 慈济教育理想从幼儿培育到博士班 正式迈向完全化 办教育实际上是要 从基础教育办起 你那个数要像千年 要这么大的话 你必须是从小来种 那个树根才会稳 所以办教育就是要这样办 回首当年成立教育职业 曾经有人说不自量力 甚至破天荒开设茶花道人文课程 这些做法还被视为另类 一路走来过程艰辛 但为了造就新兴学子 孕育百年树人 这一念心不曾动摇 我觉得上人从创立学校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学校除了专业的训练之外 他要注入一些人文的 虽然那个时候人文这两个字 其实没有非常具体的谈 可是在上人的那个构想里面 其实已经有那个雏形跟那个内涵 大一新闻 小时节 邱炳桃 台北报道 大一新闻